藝人毕毕淑靖 他去年呢是加盟了索尼音乐 而他最近正准备要推出他的新专辑 没有想到现在却传出遭到他的老东家 也就是老鹰音乐 控告他提前解约 甚至向他求偿3000万元 而他没有想到过去是 过去呢是把他视为亲人的老板 现在到了最后居然是好聚 没有办法好散 让毕淑靖是痛彻心扉 根据毕淑靖的朋友就透露说 毕受伤很深 听到律师解释之后 他是当场难过的痛哭师生 老鹰音乐是音乐人李雅铭创办的 在老鹰四少李玉玺 毕淑靖 陈世安和陈彦允相继离开之后 他也解散唱片公司退出音乐圈 而在老鹰音乐结束之前 毕淑靖是留到最后才离开的歌手 但他的钱东家 却在最近向他求偿3000万元 甚至原本跟他是好朋友的李玉玺 也跟他翻脸还退了追踪 根据了解 毕淑靖在离开前就向老鹰音乐 和由李雅铭老婆担任负责人的 经济公司大步娱乐祭出存证信函 表示将会终止双方合约 而根据律师的解释 如果双方丧失信赖基础 只要歌手告知合约终止 双方就可以按照合约精神来结束合作 没有想到钱东家居然向他求偿 提前终止金3000万元 日老鹰音乐彻底翻脸 让毕淑靖受创甚深 他跟朋友诉苦说 自己被最相信的人欺骗 背叛 好不容易透向决心割舍掉过去 结果竟然还反被求偿3000万元 只要讲到这个事件 毕淑靖就会掉眼泪 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韩国娱乐圈 南韩39岁的男星宋再玲 他之前是因为电视剧 《拥抱太阳的月亮》 还有节目《我们结婚了》 而受到大量的观众喜爱 没有想到在12号的时候 却突然惊传他逝世的消息 当地警方就表示 宋再玲是在首尔城东区的 某间公寓被发现的 发现的时候 现场留有两页A4纸的遗书 以及尼古丁的原意 但是没有发现他杀的嫌疑 南韩39岁男星宋再玲 因出演电视剧 《拥抱太阳的月亮》 打开知名度 没想到昨日惊传他去世的消息 许多粉丝听闻后 纷纷不敢置信 根据韩美亚洲经济报道 宋再玲是在首尔城东区的公寓 被发现的现场留有两页A4纸遗书 以及尼古丁原页 宋再玲的IG社群停留在今年1月 留言功能都被关闭 将名称改成 开始一段漫长旅行 他曾看金素恩出演 《我们结婚了》 两人组合被称为精灵夫妇 备受欢迎 也出演《酒鬼都市女人们》 《喊美男堂》等多部电视剧 最近的作品则是于世皇后 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如今传来离世噩耗 让粉丝们十分不舍 今天最夯的新闻 绝对做出这个麦当劳的早餐了 想来问问大家 今天早上有人去买这个麦当劳的 日本神级早餐后松饼堡系列的吗 其实我今天有看到 我很多那个信任动态朋友 都有买到都有吃耶 我们的公司的同事我早上看到他桌上摆着一个麦当劳的时候 我也想说哇 根本就是人生赢家耶 可是人生赢家好像还蛮多的哦 因为我看蛮多人都有买到的 那我们今天ETTLAY记者也有直集各家门市 一大早呢真的是大排长龙不说 包括得来素也是排爆了 还有那个24小时欢乐送啊 是根本大当机 你连开都开不了的哦 我们主管想订是订不到的耶 对非常非常的夯 那有不少民众排队的时候也有说 啊8点半的时候店员就说早就售完了 哇 很好奇大家到底都几点去排队的呢 那其实也有人表示说 这个口味吃起来甜甜的 真的非常喜欢 吃什么汉堡让麦当劳一大早大排长龙 原来是风靡全日本的神机早餐 McGriddles后松饼宝系列 今天在台湾正式开卖 ETTLAY新闻云直集各家门市 可以看到一大早麦当劳就涌进大量人潮 就等着吃只有日本才有的美味 几乎都是人手两颗起跳 每个人都想尝尝鲜 连得来素也罕见的出现车潮 不止如此 因为人潮实在太多 门市点餐后至少要等20分钟以上 才能拿到餐点 也有民众反映 麦当劳24小时欢乐送 似乎因为点单太多 整个大当机完全打不开 尽管有不少民众表示 8点半店员就说售完了 不过早期的鸟儿有虫吃 有民众成功买到并分享心得 一早就来尝鲜 味道咸甜咸甜的不错吃 更有民众留言说好吃刚吃完 吃完这个口腔都是甜甜的 持续来关注吃的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南的阿唐咸粥 原本一碗是要价180元的这个鱼肚粥 因为它连续的上涨 再加上它后来有改变它的点餐方式 导致后来有点像是变相涨价 变成一碗是要价300元 就在网路上引发争议了 那老板娘他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他居然还解释说 哎呀你不懂啦 我们这个私募于肚啊 我们是卖一片亏一片 真的没有赚钱 我们只是为了传承好味道在硬撑 那老板娘的这番说法 当然在网路上也引发了两派的讨论 很多网友并不买单 不过呢知名作家苦林 就在脸书上分享了他的个人看法 他就说你吃不起就不要吃 干嘛嫌人家贵 那一度现在北部我不知道卖多少 南部就已经120 130 那我们现在一片一度120 并没有加价 我们卖一片亏一片 台南老字号美食阿唐咸舟 一碗鱼皮鱼肚鱼肠鱼肠咸舟 从新台币180元一路寒涨到260元 到了2023年店家再度公告调整菜单 点餐的方式一律改为单点 等于变相涨价 而当时面对外界的炮火 老板娘亲上火线表示 市场的拭目鱼肚一片就要价120元 阿唐咸舟卖120元其实是卖一片亏一片 再加上只有阿唐用土托鱼来做咸舟 一片要价400元但只能做一碗粥 价格才会不一样 经营咸舟真的没有赚钱 只是为了传承好味道在硬撑 而对此知名作家库林就在脸书上表示 吃得起就吃不会嫌贵 吃不起就不要吃干嘛嫌人家贵 还说自己从来不会嫌和牛龙虾 鱼子酱等高级食材贵 他认为咸贵是穷酸的表现 别自以为正义之事 而有网友最近走访的时候就发现 阿唐咸舟似乎悄悄的降价了 菜单上涂脱咸舟加上鱼肚 价格改为280元 点餐方式更是从之前的选配 改为原来的方式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阿唐咸舟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阿芳咸舟 这间阿芳咸舟他是位于宜兰的武捷乡 而昨天宜兰是遭遇到了大雨袭击 所以这个阿芳咸舟店内是整个大淹水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淹水的高度其实非常高 我又是淹到这个小腿的部分 那也让网友说 这根本就是另类的流水溪 大雨袭击宜兰水淹到小腿度 顾客用餐体验另类流水溪 宜兰县昨日遭到大雨袭击 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消息 暴雨持续大约一小时 罗东正与东山乡甚至达到一级淹水警戒 让位于武捷乡的阿芳咸舟因此淹水 水深高达小腿度 让在餐厅用餐的顾客体验到另类的流水溪 店家表示因为大雨的关系 店内一直在净水 之前台风也没有类似的淹水状况 可能是因为大排那边排水来不及 加上旁边的农田水溢出来才会淹水 顾客表示可以接受 所以就另类体验到流水溪 至于店家损失的部分 要等检查后才能知道结果 好 接下来的这个新闻 也是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 就是有网友他说他到大树药局买奶粉 就换到了PS5 然后这个大树药局也证实说真的有这个活动 我们来看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他这个呢他说全台限量十足限购的哦 然后他是购买36罐的奶粉 他就会送你PS5 哇 听起来真的很吸引人耶 因为那个奶粉可能有时候是小孩子的必需品嘛 所以你必须就要买的嘛 那没想到买奶粉竟然还送PS5 地方的爸爸应该会很开心吧 对 地方爸爸感到非常开心 那网友也有分析说 其实这个生意啊真的是不会赔本 同样是一万多元 买PS5来玩游戏可以满足心灵 买食物来吃可以满足味蕾好一阵子 许多人只敢在梦里学到电影 九品芝麻关的包子头一样大喊 我全都要 没想到日前一位网友在大树药局买了奶粉 真的收到一台PS5 消息一出立刻引爆网路热议 网友纷纷询问这是不是诈骗 大树药局也在官方脸书表示 不要再问了 是真的 从即日起到11月19号 只要在大树药局门市购买36罐奶粉 和20罐营养品 填写表单并上传发票 就能换到一台在Sony官网原价 14580元的PS5 Slim数位版 这项活动让不少网友兴奋到模糊 留言直说 从明天起 我国小四年级的儿子 开始喝奶粉过生活 难怪我爸昨天跟我说 年过30喝奶粉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还有人问活动期限是到明年11月19号吗 如果是我跟我老婆现在做还来得及 可惜活动限量10台 不到4小时就被换光光 大树药局也在粉专表示 男人的友情是真的 要大家期待下一波掩护行动 留言区变成许愿池 有网友想买包包 希望大树药局也争取妈妈的友情 也有人想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还有网友认为这是高招行销策略 业者用双十一促销价买PS5 让消费者购买奶粉和营养品换购 看似划算 其实这些钱加起来也差不多可以买PS5了 但有位网友一语道破重点 爸爸合法带PS5回家 这就是得正啊